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首页应该如何进行设计 这会儿呢 就会涉及到里面不同的这个尺寸规范了 我们可以将原来那个尺寸规范的APP打开 重点呢 我们来看到这边的这个 这个 各自的一些高度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先将每一个的高度先去设定出来 顶上是40 那这个给一个750乘40 选择 居中顶部对齐 放下来这个应该是88 给个不同的颜色 好 然后呢 再到 主菜的下面98 再复制一个往下移动 将高度呢 这里可以 改成 98 选择 底部对齐 那这个大概的内容就将它给区分好了 好 再来看到其他的 剩下的我们就应该将里面的内容对应的打印出 对应的打出来 顶上的这个我说了不需要去进行设计的 咱们在做主题的时候已经做过一次了 那这会儿呢 我们可以回到我们之前做主题的 拿一个 拿一个 抽进来 在顶上已经设计过一次了 将它对应的 拿过来 这个可以不要了 这个可以不要了 那之前这个是按照安卓的效果来做的 这会儿呢 我们可以给它调整一下 图标呢 我们就可以不再单独去进行设计了 应该来说现在是稍微的大了一点 给它改小一下 并且通常来说这里的不会显示是纯白 没有这么明显 我可以50%的透明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并不是我们设计的重点 这个不是我们设计的重点 这是系统自带的 那我们开始来做后面的内容 我们先将对应的内容全部的打出来 上海 这个上面是一块 下面再是一块 这个上面才是88 你对应的将内容写出来 我可以这样 将它结下来 放在对应这边 好来看一下对应的文字 上海 如果可以呢 将它都先改成默认的字体 可以提减 这个呢 我们可以继续按照 PPT上的这个大小 先大概来决定 比如我的音乐是34 那么我们对应这边 就应该也是34像素大小 右边有一个 右边有一个 发布 保存一个 重点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将对应的这个文字图层 或者其他图层 放到合适的这个组里面去 导航栏 然后中间是一个搜索框 你可以先绘制一个 那么这个时候绘制中间的元素的风格 我们应该跟这个主页这一些去进行相对应的匹配 相对应 大家看 这里的它是一个圆角的 完全圆角的 所以我们在里面的时候 也可以完全设置成更多的这种圆角风格的 宽度不需要这么多了 宽度我们设个 600种就可以了 高度也不加88 或者会填满 怎么设个 60 试一下 太大了吧 这个视频也太大了 我们再来一次 宽度我们设个500 高度设个50 就可以了 放到中间 这会儿呢 不需要很强的颜色 当然我们可以将填充先改掉 给一个 描边 就可以了 先不要去做最终的这个视觉效果 先把内容全部的放进去 图标也不先进行设计 图标也不先进行设计 这三个属于什么呢 这三个应该属于三个不同的这个功能滑块 可以相互进行切换 那这个相互进行切换的时候 它不属于这个上面88像素的 应该再下面来 那这下面应该做多高呢 我们可以继续将它设个大概的这个88左右 再来一个 放下来 名称可以换一个 这个叫做 导航 这个叫分导航 颜色换一个 换个浅灰的吧 对应将内容写进来 对应将内容写进来 复制下放啊 最新通告 热门艺人 经济 机构 三块的 颜色明显不能适用这个白色了 我们可以改更深一点 文字大小呢 我们可以再缩小一点 继续按照这个APP上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的陶哥发现跟这个一样啊 那我可以将它 改小一些 30像素 我们也跟着改 30像素 高度好像也不需要这么 88这么多 这会改下一个 70 试一下 它不需要很高的啊 再定下来 通告价格通告类型和默认排序 这个属于最新通告下面的在的小分支 那我可以将来这个 再写一个 通告价格 通告类型 默认排序 这个文字跟上面而言 它应该更小一些 层级关系来说 它没有那么重要啊 就是上面的 好 再来看下面的啊 中间的内容 我们可以等一下来进行设计啊 先把头部和底部的东西去做好 这是我们重点需要去设计的内容啊 中间的内容的话 这些啊 到时候呢 我们直接去进行对应的更换就可以了啊 下面有啊 下面的最好呢 给它换一个组 就是本导航 也建个组吧 那么来看一下 下面的这个叫 煮菜单的 分配写上是完美消息 我的设置 这几个啊 这里的APP的传规做法 应该是上面为图标 下面为文字 都是这样 应该说所有的APP 它都是类似这样的设计啊 随便找一个 没看到有的啊 打开两个 那底下这个啊 这可能看的 这是原始的 那它会对应的这个 上面是图标 下面是文字啊 这个也是如此 上面图标 下面文字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对应将文字打出来 放在底下 可开一些 可以了啊 然后再对应的去写上 里面的内容 和来 和设计里面图标 以及来确定一下 我们应该在 主页 用什么颜色 用什么风格 来进行设计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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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